欢迎收看LYP格斗联赛的第二期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依旧是黄金眼镜蛇对战南非地松鼠 在两位选手的首秀上 南非地松鼠几乎是碾压了黄金眼镜蛇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 黄金眼镜蛇再次向南非地松鼠发起了挑战 我们现在看一下双方的数据 我感觉南非地的体重似乎有所下降 应该是为了更大的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讲 他可能也是害怕黄金眼这边的教练团队研究他 因此做出了一个战术上的改变 尤其是最后的那一波对峙 好 结果出来了裁判判定南非地松鼠 透过点数取得了胜利 恭喜南非地松鼠 拿下了LYP职业联赛的两年胜 下面是精彩时刻 我们来欣赏一下南非地松鼠的身法 哇 这个闪避能力 刷副本都不掉血的 黄金眼镜蛇今天也确实打出了水平 我感觉到的是他心理数字的巨大提升 在南非地的挑衅下依旧稳如泰山 期待他今后的表现 接下来是猛哥与不知名眼镜蛇的对决 又是胡德马特不认识的视频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数据 我们的猛哥在上一场输给了一条很大的眼镜蛇 今天再次对上另一条眼镜蛇 他能击败对手往回家族颜面吗 我们拭目以待 比赛开始了 猛哥上来追着眼镜蛇跑 眼镜蛇也是通过不停地摇闪来躲避攻击 他想拉开距离控制身位 但猛哥一直贴近身根本不给你机会 眼镜蛇现在打得毫无章法 应该是被猛哥凶狠的进攻打落了节奏 猛哥也是吸取了上一场比赛的教训 不跟你玩游走战术了 上去直接就是赶 但这样紧贴眼镜蛇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没有绝对的闪避能力 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然而我们的猛哥就是有这个实力 拿到头了能KO吗 能KO吗 会出现KO吗 哦 并没有眼镜蛇起身摆脱的控制 现在眼镜蛇在仓皇逃窜 企图远离这头凶手让自己喘息一下 但猛哥直接追了上去 再次拿到头进行压制 这一次能KO吗 再调整姿势 很可惜在移动过程中脱嘴了 让他跑掉了 不过眼镜蛇现在也已经受到了重创 他的速度在肉眼可见的下降 猛哥只需稳扎稳打就能拿下胜利 近身非常劲 眼镜蛇在做最后的抵抗 哦 没有防住 再次被拿到头 看样子是要KO了 裁判 裁判过来确认 哦 KO了 KO了 恭喜猛哥以KO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面是精彩时刻 改变战术打法的猛哥非常强势 出其不意的攻击 风骚的闪避能力 达的眼镜蛇毫无还手之力 当然 这次的眼镜蛇实力比上次的弱不少 但我们也看到了猛哥的进步 期待他今后的表现 最后出场的是万众祖母的明星选手 眼镜王蛇 他将要对战的是暴躁老哥 三索核枪蛇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数据 这是一场无规则赛 没有量级的限制 插眼踢钢都是可以的 双方的体型差距非常大 看起来似乎是脸压局 好 比赛开始了 眼镜王蛇上前试探 三索直接反咬到 很可惜没有咬到 眼镜王蛇凭其体型的 绝对又是轻松抖过的攻击 我们看到三索核枪蛇 这连续的几波进攻 不愧是暴躁老哥 面对体型比自己大 这么多的眼镜王蛇 依旧临危不惧 眼镜王蛇现在也谨慎了起来 看来三索的那几波进攻 确实起到了威慑力 现在三索核枪蛇张大嘴巴 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 哎呦 三索还不忘 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招呼 我们一起给三索核枪蛇加油 好不好 好 导播换了一个BGM们 现在开始Round 2第二轮 眼镜王蛇要进攻了吗 他在缓缓靠近 挨到了 挨到了 哦 三索起来了 张大嘴巴雨滋对视 看来眼镜王蛇还挺忌惮他的 刚才那一波 我都以为他要咬了 哇 眼镜王蛇开出了血轮眼 卧操 三索核枪蛇也有血轮眼 现在双方开始幻术对决 虽然我们毛都看不见 但其实他们已经在幻术世界里打起来了 而且非常激烈 导播又贴了一个BGM们 双方的幻术对决还在继续 看来两位选手的同力都非常厉害 哇 眼镜王蛇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并是这样的幻术阅读 三索还能招架得住吗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三索的表情看起来很猙獰 应该是中幻术了 眼镜王蛇趁势使出了卢三身龙霸 三索和枪蛇被吓了一跳 他要溜了 他要溜了 三索开始溜了 眼镜王蛇追击 怎么没追上呢 应该是眼镜王蛇使用万花筒血轮眼出现的副作用 非常可惜时间到了 那么这场对决就很难说了 毕竟三索和枪蛇前期的点数应该是更高的 直到最后眼镜王蛇也没有对三索造成实质性伤害 结果出来了裁判分歧 判定三索和枪蛇暴冷一下的眼镜王蛇 Oh my god 这真的是史上最大的暴冷啊 让我们看一下精彩瞬间 确实啊 三索和枪蛇顶着这么大的体型差距在这打 表现力真没得手 当然也多亏他最后在压哨时间逃脱了眼镜王蛇的追击 不然很可能会被KO 但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恭喜三索和枪蛇拿下了职业生涯的首胜 好了AOIB格斗联赛第二期就到这里了啊 结束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很费嗓子 希望大家多三年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